更生啊 你别忙活了 这病啊 我知道得到县城里去看 娘 现在哪还有医院能看病啊 我现在觉得 您气色好多了 您也没什么大病 来 娘 怎么吃药 更生啊 娘啊 最近总是梦见你小时候的事 梦见你跟我说 你就是我的亲娘 娘 您就是我亲娘 可我不是啊 娘心里明白 你心里啊 是一定想知道你亲爹亲娘的事 娘 我不想知道 从我叫您娘那天开始 在我心里 您就是我唯一的亲人 后来 有了爹 您说的那些 我从来就没想过 这些 根生啊 你就别骗娘了 你是怕娘难受 对不对 娘 您别说了 我真的不想知道 不话 别闹了 别闹了 哎呀 哎呀 撞死我了你 我我 你谁啊你啊 我是全村的 儿子娘 你吃了一条 你眼睛不是欠输的 姐夫今天咋没空呢 我的天啊 我知道你是谁了 你叫那个杨黑枣 你是那个农期训练班 毕业刚回来 是我们之前哥 没关门的媳妇 你别瞎说啊 哎 哎 你就黑枣啊 哎呀 你怎么不挑门呢你 解放空 每次都是你 你都每次拉屎 你都回来盘啊 我今天刚从学校回来 快点 你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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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叔叔 婶 我 我回家了 饭马上好 那我叫贺姐爸 哎 你好 你好 哎 之前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 啊 怎么回事啊 啊 哎 妈 你们三个跟我进来一下 妈 来 走 走 大楚怡吧 你不是说她脾气特好 特爱笑吗 今天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田嫂啊 又生病了 我得去看看 哎呀 我已经买好了明天的火车票了 严重吗 不知道呢 过去看看再说吧 那我赶紧帮你收拾收拾东西去 妈 你没什么可说的 妈 我跟你一块去 妈 我们也去 妈 我也去 你们过去干嘛呀 你爸哪边什么情况还都不知道呢 我先过去看一下 你们在这儿好好待着 明天早点起 先带你们到知青办去报到 楚怡 我先过来 就说那我也没关系 你会不会 我先回忆了 我先过去 我先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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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那户口不户口的那没啥关系啊 而但这孩子半事大大咧咧的 我呢 不能不打上一百个小薪啊 瞧瞧喝水 听说 你家里的正在接受审查 大肚子派是吧 你看看 这些都是黑帮家属啊 陈主任 可政策并没有不允许黑帮子女下乡锻炼啊 我这儿有战山市教育局开的介绍信 正式介绍和解放 将乔乔和金达莱到这儿来插队 和金达莱到这儿来插队 再说了 就是有了定论 也并不影响孩子们到乡下来参加锻炼啊 他们上山下乡还是想与毛主席的号召 和他们父亲无关嘛 好 那是 那是 那就麻烦沈主任 带这几个孩子去报个道吧 诶 土董事 别急啊 我还有事没说呢 坐 二蛋呢 我想让他们几个到区里工作 可毕竟他们的父亲有问题 那就不给沈主任添麻烦了 爹 你 楚同志 别急啊 这事呢都是人办的 你说这区里的事吧 那就是我办 我说要能办成的 那就是办成 我说是办不成的 那就是办不成的 爹 你就别跟人家绕圈子了 我呀 是真心实意地想帮助你们 可这事呢 它得慢慢地来 它得一个一个地来 以我看呢 就先让那个江乔乔同志 你们哪个是江乔乔啊 哦 我是 哦 坐坐坐 就让江乔乔同志先到区里来工作 别的事以后再说 主要是看表现嘛 那您让江乔乔到这来做什么工作呢 哦 到那个去知情办 当主任秘书 什么 给你 当秘书 哦 解放 沈主任 江乔乔呢 他没有工作经验 恐怕不能胜任 再说了 我还是希望他接受真正的锻炼 我看你们回去先商量一下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啊 走 先慢手去 慢手去 来 跟我来 妈 我们还是先把你送到火车站吧 行了 你们几个都别送了 妈 我们还是先把你送回去吧 听话 记得啊 我走这些日子 您可不许到处乱跑 老老实实在田婶家 多帮田婶干些活儿 尤其是你 乔乔 什么知情办秘书啊 不许当 妈 您就放心吧 妈 我知道您担心什么 不就是担心 二旦那个癞蛤蟆 小吃铃鱼肉吗 我们什么没经历过呀 还对付不了他 我担心的不是二旦 是二旦他爹 他那个爹 好了 你们几个互相照应着 嗯 妈 我走了 路上小心点 去报到吧 嗯 嗯 给 走吧 走 哎哎哎你们先别走 我有事要跟你们说 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七月二十一日做出的新指示 我给你们念念啊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 大学还是要办的 我在这里主要说的是 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但学制要缩短 教育要革命 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走上海机床厂 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 选拔学生 到学校学几年以后 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嗯 我爹说啊 咱这小地方 名额啊就那么一两个 她要是肯帮忙的话 这 谢谢你啊沈主任 走啊 哎哎哎哎我还 还什么呀 还有什么呀 啊 这个区里每个月组织的政治学习啊 还是要参加 啊 哎哎哎哎哎哎 可别给忘了啊 哎 哎哎哎哎 你说他说上大学的事能是真的吗 我看不像 赶上咱便理他 大姐你说呢 爹 哎这 爹 沈主任 您的事儿回头再说吧 啊 知道了去吧去吧 小李 把门关一下 爹 坐下坐下 嗯 爹 什么司令不司令 他爹是总司不 目光短浅 我可不是想攀高枝啊 什么司令不司令 他爹是总司不 坐下坐下 目光短浅 我告诉你 这运动谁也说不清楚 被打倒的那走资派啊 说不定哪天呢 还会站起来 你 到时候啊 人家就是坐着 也比咱高一头 你不懂 你不懂 哎 不是 你 韩信 知道韩信吗 知道 嗯 韩信受胯下之辱 胯下懂啊 懂 哎 韩信受胯下之辱 到头来怎么样 他还是怀音王 这人哪 不怕一时倒霉 咸鱼还能翻身呢 等哪天 瞧瞧他爹要是翻过身来 那 真要有那么一天 你就成了 大舅公主的英雄了 爹 我 我 机会可就来了 我 机会可就来了 就算 没有那一天哪 就这个姜 他好对付 爹 就是那个姓楚的 不简单 不简单 爹 您说的这些我都不懂 反正我就知道 您把人家给绕跑了 他能跑哪儿 他能跑哪儿去 转一圈啊 他还得跑回来 好来 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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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慢点儿 您瞧您也是 非得跟我来 慢点儿 没事儿 来 您坐这儿娘 啊 啊 我就说不让您跟我来吧 您非得跟我来 您怎么那么倔呢 我倔 你亲娘才倔呢 娘 咱不是说好了吗 不提这个 您就是我亲娘 你娘啊 是个解放军 当初啊 是在战场上 把你生下来的 是我呀 亲手把你接生的 更是 你可不知道 我就从来没见过 你娘那么刚强的一个人 那是在战场上 那个炮火就在我们身边 轰轰炸呀炸呀 可吓人了 可是你娘啊 她一点儿都不惊慌 就那么咬着牙死忍着 那她 长什么样 到现在 我这一闭上眼睛 我就能看见你亲娘那个样 可好看了 她那脸上呢 又是土 又是汗的 她 她就这么说双手张着 张着抱着你 递给我 抱住我的孩子 你交给她爹呀 那她呢 我们下来 二次的优优独播剧场上 她就够了 她这一回 叫她这样 但有签婚 人来个人 miracl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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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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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能是让你审出毛病来了 猛的要是没人冲我嚷嚷 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有些事情啊 一辈子也弄不明白 但还是做了 军人嘛 你最知道 别说了 我知道 为什么 只是 日后没有老贺让你开心了 自己可别老跟自己较劲 好啊 拖天换骨 重新做人去了 对了 有个人找你 带着东西 等你半天了 女的 你怎么知道 你来啦 自打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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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怎么了 啊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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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摸到这儿来了 见我说呢 说是 说是病了 让我过来看看 他在这儿吗 就在隔壁林场 你看 我就知道他在附近 我又能问出味儿来 我们俩呀 连审查都找堆 他怎么样啊 没见着啊 没见着 老婆来太妻都不让见呢 这叫什么事这叫 我找他们去 王上 有什么事吗 自答 算了算了 没事了 人家说啊 又生的问题还挺严重的 说是 问他什么 他什么都不回答 还说是 要把什么审查的干部 要拉下水 杰洋生对付这帮人啊 比我有一套 我在这儿靠 打出来的一片待遇 你放心 别太担心了 杰洋生 他不像我这狗脾气 遇事讲政策 他是好汉不吃眼前亏 出警不会差哪儿去 再说了 又有了最新指示 对我们这些走资派 还要以教育为主 有了觉悟 就立即解放 底下这帮人 不敢来来来 这儿有一件毛衣 钢织的 钢穿上可能有点紧 穿着呢就好了 这还有一套容衣容裤 干活书穿吧 一早一晚 这儿也挺凉的 本来是个诱生准备的 你先穿吧 那你先借穿了 解放怎么样了 孩子们都挺好的 我给带到田藏年 他们那生产队去了 跟生产队添了不少麻烦 好歹啊 这孩子们学干农活 倒还学得挺快的 现在能帮上不少麻烦 念在临来的时候啊 还跟我说呢 见着我那姓赫的爸爸 给我本声好 孩子都长大了 用不着咱们操心了 老号长说 时尔也在这个临场啊 那你 见着他了 那盼盼回来了吗 竹风平了 这事儿 你怎么瞒我这么长时间呢 这事儿 也不能怪我 当时 时尔也是为你好 我也不能不帮他 你 你去 去看看 尸额和盼盼吧 那我走吧 那你就好好的 什么事儿啊 别老跟人拧着 没关系 那你 初公平 你跟解放说 农贤的时候来看看我 我这管饭 初阿姨 初阿姨 快快快来 快点啊 怎么了 我给你熬的红糖水加鸡蛋 我亲手做的 这是什么呀这是 红糖水加鸡蛋啊 我妈说山里早晚寒气重 你快喝吧 你自己做的 我从来啊 就没喝过这么好喝的 红糖水加鸡蛋 哎呦 吓死我了 为什么呀 我还以为你不喜欢喝呢 潘潘 李屋那张照片 是你老家什么亲人去世了 是杜校长 杜校长是什么 潘潘 快去睡吧 天不早了 可是我不困啊 听妈话早点睡觉吧 快 我要跟初阿姨一屋睡 她还要跟我讲解放歌的事呢 好 初阿姨累了 听讲 反正阿姨也不走呢 是吧 不 我要和初阿姨一屋睡 我坐着睡 你一来我就能醒 行 那就坐着睡 听话 你一定要跟我讲解放歌的事 跟你讲 舍啊 你来 咱聊聊天 这孩子这次回来 长大了哈 我是来看佑生的 佑生没见着 都碰上你们了 我从子达那儿过来 你们见过面了 她也知道 潘潘的事了 子达也没多跟我说什么 就说 让我过来 看看你们娘俩 你们到底 怎么样了 初大姐 我不想谈这事 那就不谈 孩子们怎么样了 挺好的 我给弄到农村田掃哪儿去了 碾子呢 她干农活行吗 学的筷子呢 碾子也长大了 常跟我念叨的 说到这儿啊 是我 我又得多说两句 说真的 我打心眼里 觉得对不起你 大姐 你干嘛这么说呀 你说 当初 把碾子给了子达 后来 为了碾子 我就四处 给子达张了妻子 听说 你和子达有了眉目 我和佑生啊 这心里头 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就心想 碾子要是有你 这么一个妈 我们这心里头 也就踏实了 可现在想想 我们那时候 真自私啊 一点都没替你想过 后来 你还了盼盼 要走 我是真应该 把你留下呀 哪儿也不让你去 要真是那样的话 你们这一家三口 在一起 都过十多年了 是啊 你和子达到底怎么样了 就别再让我猜谜了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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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 早点写着吧 盼盼肯定是在你床上睡着了 我帮他抱到我屋里去 别叫他了 我就和他挤着睡吧 那就将就一夜吧 看你说的 我们这次在农村啊 就是我和金金和乔乔 三个人挤在一个大炕上睡 赶上金金这孩子睡觉啊 就别提有多闹了 在早上看啊 就能发现他的头和脚啊 能掉个个儿 汉盼也一样 更逗的是 人家孩子这晚上睡觉呢 是说梦话 这金金可大好 他唱 第二天早上起来问他呀 他是一点都不知道 你说这碾子啊 也逃 就往他嘴里啊 放小虫 弄得孩子睡觉啊 都得捂着背后睡 楚达姐 杨姨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说他就要了 是吗 你还要了